但有一位皇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山倒了 水干了 花泄了 皇后说 大事不好 山倒了是江山不保 水干了是明星要散 花泄了是好景不长 皇上听了之后啊 惊出了一身冷汗 从此患病 而且越来越严重 一位大臣慰问皇上 听了却说 梦得太好了 山倒了是天下太平了 水干了是真龙要现身了 花泄了 那是要结果了 皇上听了之后啊 顿时觉得全身轻松 很快痊愈 这就是积极心态和消极心态 对待事物截然不同的结果 其实人和人之间并无太大的区别 真正的区别在于心态 水到尽头是瀑布 人到绝境时重生 改变心态 才能改变一切